贸易战争和美国反思,让中共入市决定,中美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之际,美国社会中的精英开始重新反思过去的对华贸易政策,他们在问自己是谁再次跟丢了中国。 有媒体报道说,川普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变,是急需的纠正还是灾难性的逆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看待将中国吸纳入市这一最初决定。 美国科技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阿克金森·阿普阿克森森,日前在国家评论上撰文说,谁跟丢了中国,who lost China? 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陷入激烈争论,谁跟丢了中国,现在我们听到一场新的辩论,谁第二次跟丢了中国? 他说中国中共正朝着全球技术领先地位迈进,并在经济和军事上日益挑战美国。 那么谁应当对这件事负责? 阿特金森认为,从历届美国政府和华盛顿的贸易经济机构,到中国中共本身每一个都有责任。 美高级谈判代表我非常失望,2000年克林顿政府,通过给予中国中共永久性最会国待遇,结束对中国的年度审查程序,助推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4年12月11日。 中国中共就正式入室,当时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高级谈判代表的卡西迪·罗伯特·B.Cassade,今年已73岁,他仍被这个问题困扰住。 当初,美国帮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否错了? 当你退休时,你会想自己取得了很多成就。 他告诉纽约时报说,但是我没日没夜的工作,获得了怎样的结果? 他说他的工作,只帮到了大企业,而不是普通工人。 我非常失望18年后克林顿宣扬的中共入室,对美国百利无遗害的情景非但没有出现,更是在短时间内养肥了新对手。 中共大纪元近日报道了中国大陆出走者证实,中共在1995这2000年期间,通过系统性造假,渗透和欺骗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中共最会国待遇, 为中共加入世贸铺平道路,当时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官员们认为,他们跟中共官员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迫使北京同意削减关税,允许外国投资中国工业,并给予外国银行更多的自由经商权利。 甚至让北京同意,如果在12年时间内,确认因进口中国商品激增,对美国造成伤害,美国可对中国采取特殊保障措施。 最后这条是克林顿政府认为的保命绳,中共开出的交换条件,是只要美国放弃一年一度决定,是否即与中国最会国,贸易伙伴关系的法律程序,改为永久性最会国待遇。 但是在中共入市18年后,既没有达到当初倡导其入市时的乐观预期,更没有在政治和市场上变,得更开放克林顿政府,当初万无一失的买卖为何失败? 中国最会国待遇之商,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需要和所有成员国达成协议。 但最重要的是,与美国这个世界上的主导经济体达成协议,而获得美国对中国永久最会国待遇的承认是最关键的一环。 永久最会国待遇是指1974年美国贸易法中的《截讯反民修正案》规定,该规定拒绝授予限制移民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最会国待遇。 但规定了总统有权每年对某一特定国家放弃适用《截讯反民修正案》同时保留说,这种放弃可以被国会的联合决议推翻也就是说,每年美国总统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定。 考虑授予中国最会国待遇,放弃适用《截讯反民修正案》,但从1989年之后,国会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总统的放弃适用决定发生激烈辩论,但没有哪一次推翻过。 情况一直到2000年前,克林顿在中国中共入世问题上发表过多次的乐观演说,可参考大纪元文章《魅目中共已渗透和造假》,骗取美罪惠国待遇。 纽纽约时报周五7月27日报道说,克林顿关于中国入世的理想主义言论,当时被华盛顿的大多数精英接受,但有一位贸易律师,对此持怀疑态度。 更在几年前,这位律师就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发出警告,如果允许中国加入WTO重商主义的中国,中共将成为一个主导贸易国那时候,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制造业工作室安全的这位律师,就是莱特希泽Rovit Lighthizer川普政府的现任贸易代表。 有意思的是川普特朗普本人在2000年曾调侃说,要竞选总统并驻输美国,值得我们拥有The American Way Deserve书中说中国中共是美国的最大长期挑战。 他还说,会任命自己的美国贸易代表,并取得更好的谈判交易。 纽约的文章还说,对2001年中国入世的评估,决定了当今对华贸易激变中的川普政府立场。 根据川普总统的年度贸易议程报告,针对中国中共的贸易举措是川普政府贸易议题的一部分,同时包括更广泛的纠正美国长期贸易政策,以及对国际贸易机构WTO进行改革18年。 前的两大入世警言,成真第一18年后回头看,当时警告美国会流失大量制造业工作机会是对的。 在克林顿政府,2000年同意让中国中共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国内的劳工、环境和人权组织联盟,都表示反对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的经济学家斯科特·Robert Scott曾在2000年预测,如果允许中国中共入,是美国制造业将丢失近百万的工作岗位,给中国竞争对手。 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后,对华外国投资从2001年的4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0年后的1240亿美元放开的投资和进口限制,以及中国庞大的市场前景。 大批跨国公司,进驻中国中国快速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对美出口出现飙升马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奥托尔·David Otto等的一项研究,估计仅1999年至2011年间,受中国商品的竞争影响。 美国损失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镇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回顾18年前,在美国制造业就业问题上,最早批评者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二当时美国国会激变中,警告中共不会因为经济变得更开发自由的警言。 也承真·克林顿当时打出的中国自由愿景,获得很多精英的认同,他曾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会变得更自由,但是18年后中共当局,仍前置互联网限制其在商业、技术和社交媒体上的使用,并通过威胁,甚至监禁发表他认为持批评性言论的人士。 最近中共更善通过使用高科技识别技术,跟踪时不同证件的人士,将互联网本身变成控制国家的工具,这是奥威尔式的。 纽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兼中国专家科恩·瑞恩·科恩告诉纽什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教授马克·吴·马克·威尔对中国入世的研究报告是业界公认的代表作,他一直专注于研究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 吴教授表示对中共而言更大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大的政治控制。 他说,中共领导人认为,他们要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才能进行经济改革,才能应付所谓的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反对。 他表示在中共当局看来,更自由的市场只能鼓励竞争防止制度变得死气沉沉,但不能加强个人的权利。 说直白点发展经济只是为了中共政治人物手中的权利,而不是反过来。 中共经济的改革力度有减无增,另一方面中共经济改革的力度已经开始减弱。 他签署的入世协议中有明确遏制国有企业发展的条款,他当时也许诺只会以商业条款来运营国有企业,但18年来,他一直暗中破坏或拒不履行这一承诺。 比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拉迪Nicolas Lade,估计目前中共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约20%,但在过去几年,中共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核心。 他介绍说,中共当局指望这些公司成为半导体、电动汽车、机器人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通过国有银行的补、贴合融资为其提供资金。 中共当局支持冠冠企业的举措,引起了美国公司的抗议。 现在这些公司发现自己正在与一个国家竞赛。 例如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中共的国家投资造成了行业产能过剩,导致许多这一行业的外国公司倒闭。 还有,中共至今未完全遵守世贸组织规定允许外国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而它承诺不会强迫外国公司转让他们的技术。 根据7月份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大约五分之一的在华外国公司,主要是航空航天和化学工业,表示他们已经被强迫交出技术才能在中国做生意同时。 中共也利用世贸组织机制本身钻控字纽石的报道说,比如在一个案例中,它阻止了高科技产业所需的稀缺原材料出口损害外国公司的利益。 但当世贸组织通过一系列限制,准备对北京进行裁决时,它就取消障碍,但随后又下令阻止了另一种云材料出口哈佛大学的吴教授表示,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中共是否旅行广泛的WTO业务,而是它能否遵从协议的精神。 美国政治历史学者,博恩斯·James McGregor Burns,曾表示中国中共的政策制定者都是欺诈盟手,可以创造性的利用举措,在WTO和其他国际贸易规则的漏洞中自由穿梭。 过去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也是问题所在过去美国政府对中共贸易问题的不作为,也是导致现状的原因之一。 比如,克林顿政府18年前达成的保命绳,在12年时间,内因中国进口商品激增,可对中共采取特殊保障措施修正后的1974年贸易法421条款净被闲置早在2002-2005年。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审理的四起案件均裁定对中共采取特殊保障措施的条件已经满足,但小布什政府对这四起案件行使了自由裁量权,拒绝给予救济导致421条款,沦为一纸空文。 到2005年之后,美国企业干脆停止了向小布什政府申请云用保障措施,因为美国政府在可以用的时间内,拒绝提供这类救济,在奥巴马8年任期内也只批准了一起数量激增救济案例,对后任美国政府的不积极作为。 就连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巴尔谢夫斯基·沙利·马尔什基,都指责说他的继任者本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中共让后者履行协议。 一位前小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对此的回答是通过提高保护主义壁垒,无法实现国家利益。 这位前官员表示,进口增长并不意味着中国中共行为不当,而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另一方面对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导致失业的美国工人。 过去17年中,美国政府几乎没有为他们提供再培训计划,或给失业职工的社会安全网项目投入资源。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年美中贸易逆差是812亿美元处于可控阶段。 到小布什时期,中国对美国出口出现激增。 2008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2790亿美元,是双边贸易的第一个历史高点。 到奥巴马时期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中贸易短期下滑,随后再次出现第二轮猛涨到2015年美中贸易逆差。 最高到了3558亿美元,现在到了川普上任,从钢铝税到301知识产权,调查关税美中双方的贸易角力再继续。 那位当年强烈质疑允许中国入市的律师,现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本周四7月26日出席国会听证实说,解决中共贸易问题,需要10日贸易代表办公室USDR在201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解决我们与中国中共的问题,靠依赖只有在世界贸易组织提起更多案件。 这种想法充其量是天真的而且最糟糕的事会让政策制定者分散注意力,意识不到挑战的严重性。 他建议说,美国必须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来特希泽曾说过,美国应该单枪匹马,以严厉的关税,威胁中国中共甚至考虑在WTO中持极为激进的立场,解决对华贸易试字。 我相信有些问题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大体上看跟中国中共的贸易问题将持续多年。 他告诉国会议员。